好的 我们来看下一种平衡 关于溶解平衡 或者说关于一个沉淀的平衡 其实这也算是我们的倒数第二个 当然如果我们把另外一个 不是那么重要的也算上去的话 从很重要的上来看 其实这已经算是最后一个平衡了 那说到了一个平衡 只要是不能够走到底的 我们都可以算一种平衡 包括溶解也可以算是一种 例如这个地方举的例子 我们的硫酸倍 它是一个常见的沉淀 白色的不容易吸消酸的沉淀 那么硫酸倍变成这两个东西 变成这两个东西 那这是一个走不到底的 它如果能走到底的话 它就不是沉淀了 它只能有非常少的跑过去 于是我们又写出KSP 一个S是指的solubility 在下面的定义里面有 然后product是基 所以也被称为溶度基 溶解程度 你可以说溶解程度的一个G 还记得吧 我们这之前还有个G 是吧 叫做离子G 叫什么 水的 水的电离常数 或者说水的离子G KW 是吧 你只需要记一个就是 10的 50次次次方 不过那是在标准状况下 好 另外一点就是你会发现 1mol的它变成1mol的它和1mol的它 所以如果要球里面的任何一个的话 其实跟水那个很像 就是相当于开一个根号 因为这两个相等 开个根号就可以了 好我们来看一个实际的应用 还是那句话 它还是一个平衡计算 但是这些平衡计算 比起你刚才学的那一套 这个 Buffer 这些个 缓冲溶液的计算要简单多了 他说如果你不行的话 去查一下表 我们在最后的Appendix里面 能够找到它的一个数据 然后算什么呢 算它的 这个 叫做 KSV 先把它写出来 先把它写出来 那写出来之后是这么多 是这么多 然后呢 我们去查表 你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负的十一四方 负的十一四方 那如果我再问多问一句 如果要算一下里面的 钙离子的一个含量的话 钙离子的含量的话 该怎么办呢 该怎么办呢 假如 我这里把它稍微复制一份 假如我们把它设成一个X 假如我们把它设成X 那么钙如果是X 你知道那个符是多少吗 符是不是2X 因为这是它两倍 所以你就是2X 但是2X的平方 因此你最后得到的是一个4X的地方 4X的地方 那么你如果要去算X的话 那就是4除了过去之后 然后再开三次根 开三次根 其实你就可以把这个钙离子的浓度给算出来 另外其实钙离子的浓度就代表了什么 代表了溶解度 代表了溶解度 在饱和溶液当中 钙离子的一个含量 而且它正好一mol是生生一mol的钙 所以你有多少mol的钙离子 就代表了有多少mol的它溶解掉 好 再往下走 这里有三个ksp 那么你能看出来谁更容易水吗 我很喜欢这个题目 我很喜欢这个题目 还能教我们一些别的东西 不需要去计算 不需要去计算 那你会看到这个的话 平衡这个ksp是最大的 最大的话就走得越彻底一些 因此它是越溶于水 越溶于水 另外你会发现 当它从这个绿变成绣变成点的时候 其实越来越难溶 点化物是吧 点化银最难溶的一个 最难溶的一个 还有那句话 如果我要去算它的总解度也可以 还记得吗 你把它写出来 我们举一个绿化银为例 绿化银为例 跑到银离子和绿离子去了 然后我们写出它的一个表达式 就是银离子的浓度 乘以一个绿离子的浓度 就等于什么 就等于我们的ksp 然后我们算里面的银也行 绿也行 因为它们两者是一样的 那就开个根号 根号一下ksp 我就能得到银离子浓度 而银子浓度 其实就代表它溶解度 你同意吗 所以Emore的它溶解 就是生成Emore的银 所以银离子浓度代表了 有多少more的绿化银溶解掉 好 再往下看 往下看 这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一套 是吧 说的那一套 我们要从ksp算到它的 这个 溶解度或者从溶解度 算到ksp该怎么办 该怎么办 比如说我从这边走过去 走过去 那根据它 然后根据这个formular weight 所谓的适量 我就可以得到 它每一more里面 或者说每一生里面 溶解多少more 溶解多少more 然后就得到了一个 说molar concentration 每一个东西 每一个东西的concentration 然后ksp 如果你把ksp写出来 你只需要那几个的concentration 放到一块就行了 而这次还没有分母 对吧 这次还没有分母 那如果是从这倒过去 反过去 好 来看下面他给出的一个例子 我们要把ksp算出来 从什么 从溶解度开始 那这是什么东西呢 一个个酸银 一个个酸银 好 那么 银离子的量是这么多 银离子量是这么多 假设它是饱和的话 而且没有其他的一些东西 去干扰的话 那你怎么样把这个ksp算出来 如果没有思路 如果没有思路 就先把方程式写出来 个酸银 成为银离子量more 这条题 稍微比下面这个麻烦一点 因为它是一个 两more和一more的事情 个酸跟离子 其实跟左边这个 是长得蛮像的 好 那么我们把ksp写出来 就算你不会算 你把这些已知东西写出来 你可能思路就来了 是不是银离子的平方 浓度的平方 乘以一个 这个的 放到里去 各酸跟离子 这个东西 好 有了这个之后 如果我们要去算ksp 你就得把这个的浓度算出来 把这个浓度算出来 然后看看它已知些什么 已知的是我们银离子浓度知道了 银离子浓度知道 所以这个是知道的 没问题 但这个不知道 这个不知道的话 就是它一半 对吧 这是两more 这是一more 就是这个东西除以二 所以这个也知道 这个也知道 因为最终 我们应该是能够把这个 算出来的 这就是一个具体的计算过程 除以一个二 你看到了 然后把它带进去 是吧 这个东西有平方 有平方 最终得到这么多 好 再来 最后我们倒过去 我们知道ksp 然后把solubility算出来 这位是什么呢 浮化钙 浮化钙 那先把 你可以先把ksp先写出来 是吧 把方程式写出来 把ksp写出来 这至少是我能做的 然后我要去 得到它的一个溶解度 溶解度的话 可以用钙来代表 不是浮 因为一more的这个东西 溶解的话 是生成一more的钙 所以钙的量 就相当于多少more它溶解 你也要去算钙的浓度 然后浮的浓度 是在两倍 是吧 还是那个4x平方 再乘一个x 就4x的立方 然后你把x算出来就可以了 话是这么说 希望你要自己去 老老实实实算一下 这是我们说的 4x的立方 除以4 然后开三次根 好 我们再录一节 关于影响溶解度的一个因素 因素 其实就是所谓的同理子效应 common ion effect 在这 同 common ion 磁子 同理子效应 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我要让它平衡 向这边走 你可以有哪些办法 比如说 那我减少这个固体 不是不行 但是这个影响度不是那么大的 那都不是那么大的 因为固体的话 它没有什么浓度可以 你就算是把减少了 其实影响也不大 那你应该想要的是 比如说我加一些钙离子 或者加一些氟离子 加一些氟离子 比如说 我要让这里面的氟 尽可能减少 因为它可能是非常有害的东西 那我就可以在里面加更多的钙 比如引入一些 比如绿化钙啊 或者是硝酸钙这些东西 使得钙离子增加 那么根据我们的 那下套的原理是吧 就可以平衡往这边移动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 比如说重金属污染的一个办法 就是让它平衡往这边去走 让它沉淀下来或者说 比如这个地方我们说到了 如果你的孵化钠增加的话 增加的话 它的浓度增加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孵化钙的这个量 其实在骤减 骤减 不要认为就是这么小 你是从这儿 你只减到这儿来是吧 辅的负9次方 可不是从什么4到9 可是10的负9次方 你可以看看它减少了多少倍 好 再往下走 我们看看这儿说 如果它的soluability是 有这么多的这个 或者是这么多的这个 加进去之后的情况 加进去之后的情况 那KSP我们是知道的 KSP我们是知道的 KSP知道 刚才在这个地方 我们都反复在出现这个KSP 我们说KSP等于什么 对吧 钙离子的浓度 在那边 乘以一个浮粒子浓度的平方 对吧 浮粒子浓度平方 这个地方的话 比如第一个 第一个 这地方的钙离子浓度 钙离子浓度是这么高 这个浓度是这么高 我们知道 那就可以把这里的浮粒子浓度 是不是求出来 对吧 就可以把它给求出来 而浮粒子浓度可不代表 它的一个溶解度 浮粒子浓度并不代表 溶解度 溶解度是它的一半 第二个是 我们加入的是这么多的浮 加入了这么多浮粒子 这样这么多浮粒子 就是倒过来 我们就知道了 接下来的是多少 然后KSP也知道 它就可以把这个算出来 而它就直接代表了我们的溶解度 好 具体计算在这个地方就不 一一写说了 好 来看 PH值 来看PH值 有些东西我们可以通过调整PH值 让它进行溶解 刚才是同粒子效应 这回是PH值 你比如说这个 这个 就算我们不去想它的计算过程 那么 我要让它更多的溶解 你觉得我是需要一个更 这个 加一些碱进去 还是加一些酸进去 对吧 它自己是个碱嘛 你要让它尽可能溶解 就是拿酸去溶它 对吧 拿酸去溶它 其实也可以用同粒子效应 就是如果你加了这碱 你就加了更多的OH 那平衡不就是过去了 是吧 那就不是让它溶解 是让它更多的沉淀出来 总而言之 你加碱是有利于它更多的产生沉淀的 加酸 就可以使得它跑过去 那如果它说我把它buffer到9.0 buffer到9.0 9.0的话 我就能知道这个时候的OH是多少 把KSB写出来 把OH知道 那就带进去 我就得到了每的一个浓度 就变成这么多 每的浓度就变成这么多 总而言之 就是在KSB上颠来到去 好 再看下一个 这回我们是浮化铅 这回我们是浮化铅 然后我们说 这回是改变它的pH值 如果我们是从同粒子效应 你可以说 我要让铅更可能多的出来 我就要把 符 符 更加增加一点 如果我要让它融的更多 是吧 我可以减少比说符的量 就可以使得铅出来的更多一些 这次我们不是通过加铜离子 加的是一个酸碱 调整酸碱的问题 调整酸碱的问题 比如说我加入更多的酸 加入更多的酸 那么符根这个氢结合 会变成氢浮酸 这是一个弱酸 这是一个弱酸 它变成一个弱电解质 那么平衡就会向着右侧去移动 所以更多的东西就会融下去 更多的东西就会融下去 好 然后 我们把这两个加在一块 加在一块 可以写成一个总的 一个总的 下面用了一个图来告诉你 这么一个过程 就不一一细说 其实很容易理解 我觉得 然后 它还是牵涉到一定的计算 所以还是希望你要去 稍微的 做一做 这方面提 还是那句话 这种比之前学的那个 需要三段论 那个要简单多了 简单多了 再往下走 它说 哪一个更 易融呢 是在 这个酸性条件下 比在碱性条件下 它自己是个碱 在酸性条件下 就更容易融 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 它自己其实也是个碱 你说这个玩意不是个盐吗 是 是一个盐 但是它是一个强 碱 弱酸的盐 弱酸是谁 弱酸是碳酸根粒子 所以 是不是强 强碱弱酸盐 强碱酸的话 它是呈碱性的 其实 这地方你不要光看它是个盐 它会溶于水的 是吧 它是因为溶于水中的很少 它会电解出 它电离出这个 钙离子和碱酸根粒子来的 这个呢 还是一个强碱弱酸盐 强碱酸盐 总体来说是个碱 总体来说是个碱 那只要是一个碱 只要是个碱 那理论上来说 理论上来说 你往里面加酸就有利于 有利于 它被中和掉 中和掉 那这个就倒过来 这个就倒过来 这是一个强酸弱碱的东西 那它是成酸性的 酸性的 那你如果是调高酸性的话 是有利于它的生成的 好 再往下动 接下来是一个所谓生成 配离子的过程 叫complex iron 看上去 这算是复合离子 或者叫配离子的过程 配合物那个配 配离子的过程 那比如说 绿化银 绿化银是个沉淀 但是绿化银是可以溶于 氨水的 吸氨水都做得到 吸氨水都做得到 但是 锈化银吸氨水就做不到 做不到 只有浓氨水才做得到 为什么 就是因为它能够形成 另外一种离子 能形成另外一种离子 所谓的银氨离子 所谓的银氨离子 好 生成银氨离子和这个 和这个 这也是个平衡 这也是个平衡 你也可以写出一个平衡的表达式来 而这个表达式就不是KSP 就不是KSP KSP的话是银氨离子和氯离子的事 这回是银氨离子 氯离子和这个东西的事 我们把它叫KF 这个F是Formation Formation是什么 Formation of complex sign 配离子的形成 配离子的形成 所以最终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个这个德性 写成个这个德性 好 不同的配离子 是吧 KF不太一样 KF不太一样 那有些特别特别的大 换句话来说 这个很容易跑到那头去 我们加银能够使得它溶解 溶解 那如果我比如说 使用加入这个 使用这个清根的话 这个离子的话 那更容易 更容易 这个非常大 为了很容易就让它跑过去了 变成这么一个东西 好 其他的就不一切说了 你就看到有些是非常容易形成 而有些呢 可能较难一些 像这种 10的42次方 42次方 你可以想象这个东西有多么容易 跟这个东西相结合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个 这说 让你去计算 关于有着 这个东西的存在 来那句话 不知道的话 先把方程式先写出来 它就让你算银离子的一个量 那么 当它跟浓的 氨水相结合之后 浓氨水相结合之后 跟浓氨水相结合之后 其实绝大多数 已经都变成了 所谓的银氨离子去了 银氨离子去了 第一次我把先写出来 银氨离子会电离出这个和这个 但是实际上 大部分都在这边 大部分都在这边 然后用我们的三段论 但这个很简单 Initial有多少 Initial这个东西 最开始有这么多 这个这么多 而且我说了 它是跟 这个 硝酸银 对没错 跟硝酸银在一块 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可以认为它完全都变成了一个银氨离子 完全变成银氨离子 所以它就开始这么大 这么多 然后0 然后0 然后 安根 然后是安根 不是安根去了 安气 安气 然后这一方 跑过去了多少 跑过去了多少 负x 然后x 然后这一方是 0.20平衡的话 它直接给你了 它已经直接给你了 所以这一方就别再用什么x这个事了 它已经给你了 然后这一方 得到它 这里得到它 比如最终 我带上去数字 带上去数字 因为实际上绝导都是在这边 所以这个x是非常非常小的 你可以看得到 在计算的过程当中 在计算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省掉点东西 省掉点东西 比如说这个地方的银 我带是x的话 然后这个带的是这个 而下面这个 它没有用这个 而是用这个东西的 x省略掉的情况 最终得到银的离子的量 是这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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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这一方最开始是0.1 是吧 是0.1 然后里面其实只含有这么点的银 10的负8次方这么点的银 所以绝大多数 还是绝大多数绝大多数的银 其实都不是以银的状态存在 而是以这个状态存在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 它电力过去的非常非常小 所以这地方的小x是可以 减x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好 咱往下楼 Aphoterism 所谓的两性 两性 比如说我们的 这个氢氧化铝 氢氧化铝的话 它也能变成这个样子 变成一个 频率三根的形式 那它跟谁结合 它可以融于我们的 一个比较强的 减 比如说氢氧化纳 比如说氢氧化纳 同时它也能容易酸 比如说我让你写出一个 它跟盐酸的反应 这个应该很简单 我就不写了 你应该能写得出来 所以它既可以跟酸反应 也可以跟碱反应 它跟酸反应的时候 那它就像一个碱式的 变成一个盐加一个水 它跟碱反应的时候也差不多 也是生成一个新的盐 生成一种新的盐 所以在跟碱反应的时候 它像是一个所谓的酸 而是跟酸反应的时候 它像一个碱 它像一个碱 我们把它叫做两性 叫做两性 这个词跟我们之前学到的 另外一个词 其实长得挺像的 叫amphiprotic 那么写的 那只要看到这个amphi 其实来自于希腊语的 一个双 或者是bose 既有这边也有那边 bose bose什么 protic是来自于proton 对吧 质子 所以是bose 也可以得质子 也可以失去质子 谁啊 水 你可以记个在旁边 水 它记可能是提供质子的一方 同时它因为有提供这个 所以它又可以吸收 或者说结合一个清 结合一个清 anphiprotic 而这回的话 anphoteric 或者anphoterism 那其实就是它的一个 这个所谓 它的一个 类似于形容词版 就是 双得 两个得 两个得 那就是 它既可以像一个碱性一样 也可以跟一个 酸性一样 另外就是这地方 有个小问题 这个其实是一个 差不多IC级别的问题 就是 金属的hydroxid 它是 酸性的 还是碱性的 一般来说是 一般来说 是酸性 一般来说是碱性的 你比如说 芊黄钠 你比如说 芊黄钠 同时你也会说 如果它的 金属性越来越强 那么它的碱性 其实就越占主导 比如芊黄钠 它的钠 金属性非常强 它是一个非常强的强碱 而如果你的 金属性没有那么强 可能就不一定 可能就不一定 比如这地方的铝 你就会发现 它还带着一定的 简的性质来了 好吧 那么我想以上就是 这一部分 想讲的内容 还有那句话 我希望你能觉得 这些计算 至少来说 没有像buffer 那么的麻烦了 恭喜你 其实你已经学完buffer 就是你学完了 最难的哪一类计算 我不是说后面就没有计算了 包括我们到 这个第二十章 哪怕是到第二十章 我们学这个电话学的时候 仍然有计算 但是后面的计算 都没有它那么难 而且后面的计算 在很多时候 还在不断地重复 前面这些计算的技巧 就是你学后面的时候 还在不断地 相当于复习 之前学的这种计算的方法 希望要找些东西 来练一练 是吧 好的 那么以上就是这部分 下一次我们来看 这单元最后剩余的部分 下次见 拜拜 谢谢 谢谢 谢谢